中方对美方公然污蔑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本地立法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想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 香港特区全面完成此次本地立法 是贯彻落实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精神的重要举措 将堵塞特区原有选举制度的漏洞 进一步确立爱国者治港新秩序 推动香港民主政治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 稳健向前发展 为香港实现良政善治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更好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美方有关言论无视基本事实 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 及立法会无端指责 美方关心香港民主和港人权利是假 插手香港政治干涉中国内政是真 我要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包括选举制度改革在内的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应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